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ed People成立至今除了签下十多位网络上受到关注 被网民称为网络红人的小弟弟小美眉 同时也发布了多个会智人口的作品 获得了理想的成绩 如今Red People不但继续会帮每个成员推出各自的作品 也准备好让新的一批成员加入这个大家庭 Red People经纪人向本台记者透露 公司成立至今已有无数的网民inbox或者留言报名要求加入 而他也透露目前是加入他们的最好时机 Red People经纪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们目前已经做好打造下一批新人的准备 目前已经安排好他们十多个人的工作还有发展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推出他们的作品 我们会根据他们本身的潜力还有特质 去为他们量身定做一个属于他们的作品 而经纪人也谈到只要报名者拥有以下任何条件 就有可能被录取 第一要有一定的天赋才华 第二外形抹准也是 第三有一定的关注者 第四有潜力的年轻人 但如果没有以上条件也没关系 只要懂得修图技能也可以 如果您符合以上任何条件 又或者想推荐任何人加入 都可以inbox到以下的信箱地址 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报名 其实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并不难 最近我国网络上出现了一股新势力 一名自称女神的网络红人 就能够完全满足这几个条件 这位自称名为陈吉范的女生 从上个月开始在网络上上传 一系列的照片和影片 就开始收到许多网民的关注和喜爱 而万万没想到 其实他与Red People旗下成员陈吉米 竟然是软身兄妹 简直不可思议 他刚刚来任勤的时候哦 我也是有吓到嘞 我是觉得不像啦 听说他刚刚从那边放出来罢了嘞 医生讲他的药不可以断 要每天吃 如果不是药呢 他就一直自拍咯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吉米 你的妹妹先吃饭没有错 有一个经纪公司要访问我 还要我进他的公司这样子 然后就签我去做他的红人 就很开心咯 因为我觉得里面的那些女神 都没有一个是比我漂亮的咯 嗯嗯 就这样咯 然后我哥哥也在里面 然后我的烧草也在里面 我就十一杯开心咯 可以进到那边跟他一起走咯 我进了Red People过后 就会很忙了的咯 所以有那些什么女神啊 罗米俱语啊 四叶草啊什么淘草军团啊 他们现在趁我的空的话 就来给我拿签名啦 不然我进了过后就很忙了的 对不对 然后那个Chelsea 如果你要给我拿电话号码 我可以考虑一下给你三个字咯 是的 这位就是上个月 窜红起来的网络红人 陈吉范 据说Red People 已经快要欠下这位潜力新人 应该会对公司旗下的女成员们 造成一定的压力与威胁 在节目的尾声 就让我们来看看 Red People的女成员们 对于这位新成员的看法和感想 OK啦 欢迎她 Hello大家好 我是陈吉范的妹妹 陈吉范 你也错 这样还有穿BRA吗 今天呢 我要来做什么呢 就是来教这些 我的范范军团们 怎样健身 怎样让你拥有一个 很完美的肌肉 你也错 可能她的女粉丝 比较多瓜 来 我们一起做好不好 为了要让我们 可以顺利的完成呢 我们一定要先来做一些 很简单的热身 诶 我可以不要跟她一起上厕所吗 啊 啊 因为你就连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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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